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林更新二大赵丽颖新戏与凤杭瘦初心高度 当年不想减肥剧演楚乔传 据悉当年楚乔传导演邀林更新与男二斗肖演出 两人却一口回绝 林更新拒绝的理由竟是不想减肥 最后还是赵丽颖打电话亲自邀约 林更新才点头答应 林更新这回接演与凤杭前宝受热议 因为他状态不佳被嘲笑是油腻肥肚大叔 狂遭粉丝呛换人眼 林更新靠住健身 饮食控制 成功受回当年楚乔传风度翩翩的模样 日前流出的片场花絮照中 赵丽颖与林更新接身穿白色戏服 两人亲密搂腰对视 满意的甜蜜感让粉丝看了直呼感动 认为根本是楚乔传番外篇 《楚乔传》2017年播出后红透半边天 林更新饰演的宇文月 最终沉落湖底仍不知下落 宇照丽颖饰演的楚乔至今结局未明 五年过去 还是有不少网友常在林更新的微博留言 宇文月什么时候能被捞出来 能让观众继这么久也易 难平这么久的CP实属少见 也和已见得赵丽颖与林更新的CP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 其实当年这绝妙CP差点搭不成 因林更新当年一口拒绝 楚乔传导演的演出邀约 当时导演认为外冷内热语 文月的人选并不好找 既想要有身形高大的贵公子形象 古装扮相跟演技也需到位 后来导演看中林更新演出 林更新却已不想减肥一口拒绝 当时想赶快开拍的赵丽颖看导演急得发愁 决定亲自打电话给林更新 没想到林更新接起电话 一知道女主角是赵丽颖马上就答应了 后来导演想找窦霄饰演男二燕群 窦霄已没有档期拒绝 但导演认为此角非她不可 于是拜托赵丽颖再打一通电话给窦霄 果不出导演所料 窦霄一听旅主角是赵丽颖 也排开档期参演 楚桥传当时在横店拍摄五个月 刚好碰上最炎热的天后 全剧最虐的高潮戏血剑九幽台 一拍就是九天 40度高温下所有演员跟工作人员奋战 当中戏分最重的窦霄 身穿衣十几公斤重的盔甲戏服 要演出面对国破家王的复杂纠结心境 又热又累 直接在片场晕倒两次还差点休克 逗消事后笑说自己拍到差点精神分裂 而这场九幽台虐心戏也被戏迷风未明场面 逼出不少观众的眼泪 2. 当看见林更新杀青时痛哭 才懂她与赵丽颖眼情屡时入戏多深 好甜 咱们就是说 没想到林更新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与凤行杀青 导演来到他们身边 一起大喊杀青快乐 赵丽颖一脸开心 林更新边捧着花边激动落泪 没想到一向以幽默中二世人的林更新 还有如此感性的一面啊哈哈哈哈 又可爱又动人 足以可见林更新对与凤行有多珍视啊 毕竟她是在休息期间都会做笔记的神君啊 其实不难看出 林更新为了与凤行 做了很多准备 在开机前 林更新健身管理身材 肉眼可见的瘦了很多 看她的生涂 脸庞呈现V字形 眼睛也明镜如一盘苦水 报售后整个人气质都变了啊 涉与凤行期间 林更新极其注重身材管理 日常伙食都是少油少盐的低脂健康餐 所以瘦了的林更新 古装扮相是这样的 本就大气端正的五官 高大的身材 再加上一身白衣 如玉如竹的外形 称得有几分仙气偏然之感 将数万年来没有太多情感波动 独居于天外一方的上古神君权式的若木三分 林更新明明穿古装 还有几分轻瘦感 可是穿回现代装以后 后世的胸肌清晰可见 不知道与凤行播出后 会不会引来新一轮神君古装内卷 让大家都做一个有胸肌的神君 更新和赵丽颖的CP也格外好客 月夜背景下 两人自带仙气 不需要特效和滤镜 就能将大家拉入氛围中 他们身穿同色系全白系服 紧紧相贴 林更新单手搂住对方腰部 女方则贴心地为其整理头发 随后赵丽颖还伸出双手 轻拍林更新的脸好几下 让林更新那么个186厘米的大高个憨憨式的笑 也就赵丽颖能做到了啊 剧组杀青燕 俩人搂腰天脸 亲密无间 看得出来他们合作非常愉快 可以发现 林更新在雨凤行里 是倾注了大量精力与情感的 所以杀青石才会哭成那样子啊 一整个期待雨凤行播出了 大家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